台湾的天气同样是相当不稳定的 今天半夜呢 雨下得很大 出门的时候大概五六点雨停了 没有想到刚刚又开始下了 这种不稳定的天气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最新的天气动态 赶快把时间交给郁文 嗨 袁晨 大家早安 早上的八点十一分 其实啊 这不稳定的天气啊 在现在又来到了一个雨室的空档期 所以呢 今天气象最前线呢 邀请到了大朋友 小朋友的最爱 北海小英雄小卫 嗨 今天真是活力的出场早安 今天真的好开心能够邀请到小薇 因为呢 她除了要参加气象最前线以外呢 稍待一会儿十点半的时候啊 她还要在花博这边参加 童书捐赠的颁奖典礼 那么待会呢 听说你还会有 故事剧场演出是不是 好 那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今天要邀请你来吗 忘了你不能说话是不是 好 那我来猜猜看 看你这个红配绿的穿着 今天是圣诞节对不对 不是 好聪明哦 没错 小薇就是以她的机制来聪明的 好啦 今天是不是儿童节 哇 秀出了她的标准pose 那其实今天啦 就是儿童节 所以呢 其实花博这边啊 除了会邀请到小薇以外呢 其实啊 从今天一直到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 也就是4月7号 在这边呢 包括了蔚来馆啊 还有机器人馆都是免费开放给12岁以下的孩童来参观的哦 好 那我问一下小薇 这个连续假期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啊 嗯 有安排是不是 我来猜猜看像你这么样子的英俊潇洒的小薇 想必 诶 过镜头说一下 你是不是要跟女朋友出去约会啊 啊 不是是不是 好啦 那想必是通告满档对不对 哇 又答对了 又露出她这个招牌的pose 对啦 其实小薇就是活力四射 那其实呢 如果你通告满档要特别留意哦 因为从今天开始一直到4月7号啊 天气不稳定的 尤其是明后两天啊 又会下雨 千万啊 是不要让这个坏天气 影响到你活力 动力四射的表演了哦 好 那你可以在旁边先休息一下 拜拜 诶 想要给我拥抱一下是不是 好啦 如果大家想要来看看小薇本尊的话 等一下也可以来花博这边哦 好 那其实呢 不仅是今天 其实在儿童节这边呢 有一些免费的活动 包括了全台各地啊 都会有一些开放给12岁以下孩童 只要你是有符合这个标准 都可以免费入场来体验的哦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地方呢 像是呢 在基隆的话 就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而在新竹有动物园 而是在台中南投的武林农场 还有清静农场 以及在屏东的鹅兰鼻公园 还有宜兰的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以及在花莲的瑞岁牧场 这边呢 都是只要你有符合12岁以下 的资格都可以来免费参加的哦 但是要特别提醒今天 外出的时候一定要 携带雨伞哦 为什么呢 来看看今天的天气重点 因为啊 清明时节 这一段的假期啊 天气都是不稳定的 特别是明后两天 封面报道的时候 西半部地区 不仅会有雷震雨的天气 局部地方还不排除 会有大雨 或者是好雨的情形哦 而最近这几天虽然说会下雨 但是温度上面并没有降太多 而到礼拜六的入夜 一直到礼拜天一整天 北部地区就会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低温下探到只有13度咯 那么再来看看目前的温度状况 今天这冷却现在宜兰17.4度 那么像是北部啊 还有中部 清晨稍微偏凉 但是现在都有逐渐回暖当中 那么呢 目前温度也差不多是17 18度左右 那么呢 其实在高雄地区也差不多23度咯 那么再来看看今天的雷达回波图 我们看到其实在昨天入夜 确实有下了好大的一场雨哦 但是到今天清晨 直到现在开始 这些比较强的对流渔系都已经移出了 所以现在算是一个雨室的空档期 但是今天西半部地区 断断续续的都还是有下雨的机会 来看看卫星云图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受到在华南地区的滞流封面影响 不断的呢 会有华南的云雨带 东移进到台湾 所以今天一整天都还是会有下雨的机会 特别是到了礼拜五 礼拜六的时候 雨势会更明显 主要都集中在西半部的地区 还有今天南部山区也是下了大雨哦 所以最近这几天如果大家想要上山 包括是你要扫墓的话 一定都要特别留意自身的安全 再来看看今天全台各地的温度状况 其实今天呢 全台的温度啊 温度跟昨天差不多哦 中午的时候都会来到24到27度 南部地区呢 感觉稍微热一点点 在南部会有来到29度的高温 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哦 今天在中南部还是会觉得稍微偏闷热一点点 那么到礼拜天再次提醒 大龙西团报到以后 温度啊 一下子会骤降到只剩下13度哦 北部还有东北部的温度感受 降幅是最明显的 大家在周末假期一定要着重好保暖的工作 但是礼拜天全台各地 正有机会看到阳光露脸 大家呢 也可以到外头出来透一下气 感受一下新鲜的阳光空气哦 那么以下就是今天的气象最闲 现在把时间交换给头内 郁文真的好幸运哦 出外景的时候刚好碰上了大雨的空档 但是郁文 四天的连续假期您有规划吗 接下来告诉大家呢 这个天气的状况 从今天下午开始会逐渐的有变好的趋势 也许可以到户外来走一走 而且呢 在这个儿童节假期的时候呢 有很多地方小朋友都是免费的 接下来赶快把时间交一向主播黄郁文 来告诉大家郁文早安 哈喽 大家早安 今天呢 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 所以呢 我们气象最前线 请来了谁呢 大朋友 小朋友的最爱 北海小英雄 小薇 哈喽 哇 一大早就给我来 这么一个热情的拥抱 哎 如果喜欢她的大背小朋友 想必一定很羡慕我吧 没有关系啦 因为今天呢 在花博这边呢 十点半的时候 这边呢 就会来举办 童书捐赠的活动 到时候小薇啊 哎哟 哎哟 到时候小薇啊 听说你有很厉害的表演 对不对 会有故事剧场的 性歌热舞的活动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说到了儿童节啊 其实这四天 我想问一下小薇啊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啊 摸摸鼻子 有没有的 啊 这样代表说是有啦 因为这是你的招牌动作 那其实呢 这四天啊 如果你有安排的话 要特别留意哦 因为啊 像是你有那么多的通告满档 要表演 要跳舞 对不对 其实这几天都是会下雨的哦 所以外出活动的时候 哎 记得先来一下雨伞哦 不过你戴这个帽子 我想应该不能够太大的防雨吧 还是要戴伞是比较好的 好啦好啦 那谢谢你了 先到旁边休息一下 拜拜 哎 又要再好一下 小薇真的是好可爱哦 一大早看到她心情都好了起来 那其实刚刚也提到了 这几天的天气哦 都是会下雨的哦 来看看今天的天气重点吧 我们说啊 清明时节 雨纷纷 最近啊 这两天 以及到礼拜六之前 西半部地区都会有雷震雨的天气 尤其是礼拜五啊 礼拜六这两天 局部地方不排除会有大雨 或者是好雨的情形哦 那么这几天啊 温度上面感受都差不多 但是到礼拜六 入夜开始 一直到礼拜天 一整天 北部啊 就会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低温只剩下13度哦 来看看连续三天的天气预报 首先呢 我们看到的是北部还有东半部的天气 这几天 北部的高温都差不多是在24到25度左右 而东半部呢 华东地区稍微好一点点 有偏热的情形差不多到27度 不过这三天都是会下雨的 而中部和南部呢 一样三天都是会有下雨的情形 中南部的山区反而局部地方哦 雨时会比较大一点点 那么高温呢 在南部地区这三天有机会来到29度 稍微也是感觉闷热一点点哦 不过记得这个礼拜六 入夜开始 大陆冷气团报到以后 礼拜天全台各地都会感觉明显的变冷 所以这几天外输的时候要期待雨伞 礼拜天反而要着重保暖的工作 不过礼拜天也有机会看到阳光露脸 大家心情应该会好一点点了 以上是今天的气象最前线 再把时间交换给棚内 好 我们谢谢玉文 告诉大家玉文早安 哈喽 大家早安 今天呢 4月4号啊 不但是连续假期第一天 更是儿童节 所以我们气象最前线呢 请来的大朋友小朋友的最爱 哇 非害小英雄 小薇 不要害羞嘛 来了 出来了 好了好了 不要躲在树 好了好了 今天是你的节日耶 来 出来秀一下 让大家看看 哇 我真的觉得小薇你好可爱哦 你穿红配绿的衣服耶 而且今天不是圣诞节 是你的节日儿童节 所以呢 来做一下你的招牌动作 来让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早晨吧 摸摸鼻子 然后呢 嘿 哇 这么大力气 都快要跌倒了 小薇真的是太可爱了 好了 小薇 我问你哦 这边去假期四天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啊 嗯 有安排是不是 那想必你是不是要跟女朋友去吃 这个什么圣诞大餐 或情人节大餐啊 享受一下浪漫气氛 哦 不是是不是 好了 小薇 你是单身的啦 保持你黄金单身号的绰号 黄金单身号的绰号 那其实呢 我想问一下哦 你这四天连去假期哦 如果你有安排什么活动的话 要记得哦 因为这四天都是会 几乎会下雨的 所以外出活动的时候 千万不要只戴着帽子 记得要撑伞哦 而且有些地方 雨还会比较大哦 好 谢谢小薇 你可以到旁边休息一下了 小心不要滑倒哦 今天早上的时候 还有下一点雨 不过现在呢 其实稍微阳光 有一点点露脸的情形 那么赶快来看看 今天的天气重点吧 其实啊 今天清晨 还是有下大雨的哦 现在呢 算是一个雨式的空档期 不过啊 明后两天啊 西半部地区 局部地方不排除 会有大雨 或者是好雨的情形哦 而且到了礼拜六 入夜一直到礼拜天 一整天 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北部低温只会剩下13度哦 大家一定要留意 周末假期要做好保暖工作 那么再来看看 连续三天的天气预报 首先先来看看 北部和东半部 其实这三天呢 在中午的情形啊 温度上面都差不了太多 北部差不多是在24到25度左右 而东半部呢 也差不多会有27度的高温 不过啊 这三天几乎都是会下雨的 尤其明后两天 雨会比较大 再来看看中南部的天气状况 中部啊 这三天的高温 差不多是落在25度左右 而南部哦 稍微闷热一点点 高温会直逼到29 或者是有机会来到30度哦 这几天的南部地区 高温还是偏热的 不过这三天啊 会下雨 雨什么时候才会停呢 恐怕等到礼拜天的时候 全台各地啊 都有机会看到阳光露脸了哦 不过礼拜天一整天啊 受到导冷气团的影响 再次提醒北部只剩下13度哦 所以呢 看到阳光 但是还是要加强保暖工作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整点气象 再把时间交换给棚内 億此 酷 疫苗 血 血 血 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